第391章,转运父使生气了。杭州苏家并非书香门第,老太公白手起家,创下偌大基业,风起于清平之末。 谁能想到几十年之后,苏家会成为杭州十大巨师之一。 然而在别人眼里,作为长子的苏长宗,却无半点奶腹之风。 他懦弱无为,文不成武不就,甚至连当个安逸享乐的顽固二世祖都玩不过其他同辈。 特别是他最深爱的原配妻子去世之后,更是颓废低迷,整日借酒浇愁,带得苏鱼和苏木都长大了,始终还是没有续闲再娶。 也正因此,长房的人丁并不旺盛,苏鱼虽然已经成亲,但妻子在杭州之乱中流产了一次。 由于他儿已经七八个月,差点连性命都丢了,虽然大人保住了,但此后再也没能怀上孩子。 长房到如今都没有孙辈出生。 反观二房三房,苏长远便有儿女不下十个,长子苏青隋眼下正在汴京游学,结交是临终人,家中一妻四妾早已儿女成群,即便是三子苏青为,都有着两男三女,统共五个孩子。 离开杭州之后,苏家的生意重心便转移到了北面来,在扬州和江宁都有数处产业。 江宁早已是世家大族的地盘,强龙不压地头蛇,他们也没有苏于这样的手段人脉,更没有未与筹谋提前做准备,生意很快就被挤出了市场,迫不得已被人吞并了。 眼看着扬州的生意也要遭遇破产的危机,苏青隋却给家族带来了希望。 在汴京游学,广节扩交的苏青隋也不知傍上了哪位朝中贵人,竟然得到了江南造作局的保护,顺利进入不伤的行列,终究是东山再起。 非但如此,苏青隋仿佛一下子开了窍,在杭州战后重建的关键时刻,江仲西又转移回到了杭州,并在杭州百叶带兴的接骨眼上,一举占据了不伤行业的龙头位置。 在杭州生产出来的布匹,通过曹运,销往江宁和扬州等地,生意竟然越做越大,苏青隋也俨然成为了整个家族的复兴希望。 得知苏青隋有贵人相助,苏家也就安心地放开手脚来大干,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生意竟然疯狂扩张,据说在汴京城中都有着不浅的根基了。 虽然生意越做越大,但每每想起苏于中举,自己落地之时的那种羞辱,苏青隋心里就很不适滋味,所以当家族生意有了起色之后,他便将生意交了出去,自己退居幕后,而台面上的事情, 则交给一向不喜读书的苏青隋来主持。苏青隋并没有做生意的天赋,开拓无能,守成都有些艰难,不过有着兄长提供的人脉关系,生意到也能够稳步向前。 然而士伯斯卡死了江宁的商路,世家好族都没办法大展拳脚,苏家的生意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直到士伯斯的三位王子启程返京之后,世家们才与转运史斯再次打开了南边的商道。 毫无见数的苏青隋本想好生表现一番,让家族长老们对自己刮目相看,然而出师不利,得知商路重新打通之后,便急忙忙开始了自己的征途。 谁能想到第一次出行,竟然就遇到了士伯斯的检点,而且士伯斯的人竟然还敢扣下他们的船。 苏家生意做得那么大,对生意圈自然有着足够的了解,也知晓,苏瑜在江宁生意场上混得风生水起,对苏慕苏三聚的美名自然也是听说过的。 其实,每次苏慕的新作问世之时,老太公便会将自己锁在房间之中,接下来的好几天都会陷入极其低沉萎靡的状态之中,为当初将长房驱逐出去而懊悔。 只是苏清随和苏清伟等年轻人,对此却并没有太多的歉疚,反而觉着苏慕或许有些才华,但苏瑜做了那么多年生意,又有着占领先机的优势,如今也只是在江宁这么个小地方,被世家豪族压着,生意再好能好到哪里去。 所以当苏清伟看到士伯斯这边下令烧船的竟然是苏瑜,他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知道自己是个小人,但他也知道苏瑜绝对是个君子,而且还是个被点了近世出身的文人,接受着孔圣人的教诲,断然不可能做出大义灭亲的事情来的。 君子可欺之以方,只要自己开口求饶,大家好歹一脉同宗,还是不出五福的正宗堂亲血脉,难道他还会拒绝不成? 然而事态的发展让他再一次惊恶无比,因为苏瑜仿佛变了个人一般,竟然真的下令要烧他们的船。 苏清伟的内心之中充满了难以置信,而后是极度的愤怒,他没想到苏瑜就真的这么干了。 可当他看到自家的船被点燃之后,他终于绝望了。 船上最表面掩人耳目的,只是寻常的布匹,而后才是他们偷运的丝绸。 不过因为苏清隋的关系,其实丝绸还是有造作局的文书为凭的。 要命的是苏清伟自作主张,为了压住船只的吃水量,竟然在船底藏了丝盐。 被搜查出来之后,苏清伟不断解释,说身上有眼影,其实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好让家族和兄长苏清隋想办法疏通关节。 江面上的船只开始凶猛燃烧起来,浓烟滚滚,弥散江面,围观者纷纷为苏瑜鼓掌喝彩,也有人暗中咬牙切齿。 而没过多久,消息传出去之后,蔡明便匆匆赶了过来。 自从府上老多管被消失之后,郭正文便察觉到事情不妙,可他每每尝试与世家那边暗通款区,却连消息都发不出去,总是时辰大海。 直到最后,他只能不顾身份,与裴老太公见了一面,双方相互验证了一番,更加确认了自己被黄承司盯上的事实。 为了谨慎起见,郭正文也开始闭门不出,转运使司的工作也就全权交给了副使蔡明。 蔡明好不容易得到这样的机会,恨不得士博斯鸡飞狗跳,他好趁乱夺权,所以当收到宪报之后,他很快就联合燕武军的人,来到了士博斯的渡口。 苏语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放火烧船,这些可都是有正经文书的通关商船,你这是要反了吗? 蔡明这个二把手虽然与郭正文沆瀣一气,郭正文也不看僧面看佛面,忌惮着蔡经,不敢对蔡明太怠慢,可蔡明终究还是没法掌握半点实权。 如今郭正文当了甩手掌柜,正是蔡明大展拳脚之时,这些商船便是在他的授意之下,得到了通关许可的。 蔡大人说话要小心些,诽谤污蔑朝廷命官,可是要吃刑罚的。 苏语面色平淡,直视着蔡明,不卑不亢,没有丝毫的胆怯,今日便是来宣战的,不高调些是不行的。 该吃刑罚的是你,善毁私产是什么罪名,苏语你应该最清楚不过,这些船都有正经公宴,你凭什么烧船? 蔡明见得苏语浑然没有,将自己放在眼中,便想起了苏木那副臭德行,心头火气,更是压抑不住。 正经公宴,本官署里士博斯提举事务,我士博斯雅们未曾发过公宴,这些船又何来公宴? 没有公宴便是偷渡,本官有权任意处置这些船只。 蔡明听得苏语此言,顿时大怒起来,这些船的公宴可都是他发下去的,自己照不住这些船,面子扫落一地还是小事,失去了那些背后势力的信任,以后谁还敢托他办事。 没有了这个背地里的勾当,他又哪里找钱孝敬自己的老相公叔父? 混账,这些船的公宴乃本副使亲自用的章,何来偷渡之说? 蔡大人想来,记性不太好啊,难道你忘了,官家已经下旨? 士博司公室由士博司提举衙门全权受礼,转运使司只不过是协助办差,转运使司衙门也敢放船入关,未免有些宣宾夺主了吧? 你! 蔡明被苏语这么一搏斥,竟然一时哑口无言,一张老脸被憋得铁青。 苏语却只是笑了笑,朝蔡明继续说道,转运使司如果对士博司公室有意义,可以上奏朝廷,只要官家下旨,我士博司便承认转运使司的公宴,没有旨意的话吗? 蔡明咬牙切齿,怒视着苏语,但听得后者表情冰冷,几乎一字一顿地说道。 若没有旨意,这些船赶来,本官就赶烧,来一搜烧一搜。 苏语斩钉截铁质地有声,老九等人已经将那些船员都扣押在了一处,苏语彻底无视蔡明,让老九将人都带回衙门。 蔡明见得老九等人不伦不类的装束,仿佛找到了攻击的突破口,大声嗤道。 苏语,你是博司衙门司幕军兵,图谋不轨,本官必定上奏朝廷,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苏语闻言,呵呵一笑,却是朝度承泽冷声道,是博司衙门招募些壮丁民夫,充当仆役。 何来军兵之说,他们身上可有假衣,手中可有刀剑弓弩,是博司衙门可是有他们的报备档案的,蔡大人若真要上奏,那就请自辩吧。 不过嘛,燕武军身为地方镇军,本该协助本提举司差事,但本官不明白,为何有转运使司在的时候,必定就有燕武军,而我士博司得不到该有的协助也就罢了。 招募几个壮丁来充当劳力,竟然还要被扣上图谋不轨的帽子,这事儿嘛,本官也是要上奏朝廷的。 苏语说到最后,已经是声色俱立,杜承泽竟然被苏语的气度好声震慑了一番。 士博司乃是朝廷直属衙门,燕武军镇守地方,协助士博司衙门合情合理,可与转运使司走到一处就是勾结地方了。 虽然这种事情都有朝堂上的诸位相公去争取和分辨,不是他们这些地方官员所能掺和的,可背黑锅的事情,始终是要落到他们头上的。 念及此处,杜承泽终究还是软了下来,朝蔡民使了个眼色,后者愤愤地冷哼了一声,朝苏语撂下狠话来,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看着愤愤离去的蔡民和杜承泽,苏语只是目光坚毅,漠然无语。 赵文培和刘志走了过来,他们完全没想到苏语会烧掉苏家的船,还扣押自己的堂弟苏青为,一时间内心有不解,有羞愧,有惋惜,又有佩服,总之是五味杂陈。 而苏语却只是朝他们柔和一笑,小声说道,谢了。 第392章,苏青随得好运。 11月的汴京已经开始下起了出雪,纷纷扬扬的雪绒花,将世子文人的骚情都勾动起来,一时间永雪诗词佳作频出,仿佛又到了文人们开花结果的季节。 好吧,事实上,一年四季这些文人们都在商春悲秋,就没有哪个季节不是他们的狂欢季。 汴京城有名的春雪楼之中,苏青随正在吟诵着一首新出炉的即兴诗作。 威风摇亭树,细雪如巧之,迎空如雾转,宁街四花鸡,不见杨柳春,图见白桂枝,灵类无人道,何故在相思? 不得不说,此事清新雅美,却有傲人之处,未知经典也不以为过,但出自苏青随之口,便有些让人玩味了。 这次的文会雅集乃是王家公子王锦伦作东,而苏青随与王锦伦相交甚密,在座之人自然是交口称赞,不绝于耳,全然不去想苏青随那点底细。 文人圈子,自诩清淡高雅,实则也是卧挫不堪,其中争风吃醋,比市井恶赴骂街还要精彩,八卦消息也最是灵通。 人都说,苏家骤然飞黄腾打起来,苏青随鞠躬至伟,而这一切,便是多得了王锦伦的提携。 王锦伦所在的王家,便是当初杭州不伤航手的王家,初识赵家举行桃园诗会,便是王锦伦出面邀请诸多文人欢聚一堂。 待得杭州动乱,王锦伦也随着王家一同往北逃亡,家里生意也随之转移了出来。 相对于苏家,王家的家底可要厚实太多,虽然在杭州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但他们本来就在江宁和扬州有着不错的底子。 而真正让王家兴旺起来的,却是苏青随,王锦伦对苏家百般提携和帮助,不过是为了报答苏青随罢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总之长话短说,苏青随来汴京游学,并没能够成功混入文人圈子,因为他的那点才气,在人才挤挤挤的汴京城中,时势拿不出手。 碰得灰头土脸的苏青随,也是潦倒,窘迫到了极点,黯然回到了江宁,不过这一回来,却让他撞上了大运。 苏鱼带着彩儿丫头等人来到江宁之时,老太公派人去接应了一番,也算是老太公对苏长宗一脉的弥补。 不过苏长宗似乎并不太领情,苏青随便觉着已经分家出去的掌房有些不实抬聚,准备过去好生嘲讽一番。 虽然苏木不在,但苏鱼发起狠来也是杀人不见血,苏青随自然没讨到什么便宜。 苏青随如何都气不过,从苏鱼的院里出来之后,便向发泄怒气,正好碰到了老管事张昭和。 这位可是老太公多年的亲信,当初分家的时候,执意跟了苏长宗,替苏长宗打理府邸的事情。 苏青随见着张昭和鬼鬼祟祟往后院藏着些什么,就偷偷跟了过去,带着张昭和走了之后,他才走进了后院里头。 地上的土都是新的,显然张昭和埋了什么要紧的东西,苏青随便将那东西起了出来,发现竟然是一盒手稿,看那字迹,竟然是苏木的手稿。 苏青随顿时双眼发亮,虽然不愿意承认,但苏木的诗词才华那是有目共睹的。 若自己将这手稿据为己有,还愁无法扬名变经吗? 他将土坑填好之后,便匆匆回到了家里,带得夜深人静才将最宠爱的侍妾打发出去。 打开了那份手稿,可粗粗浏览了一遍之后,他便大失所望了。 这些手稿都是些图纸之类的东西,他也看不太懂,却可以肯定与诗词没有半颗铜钱关系,但他也知道,苏木这家伙鬼点子层出不穷,这份手稿的还是有着极大的价值的,便将手稿给留了下来。 直到小半个月之后,有个陌生的灰衣老者找上门来,开口就要向苏青随购买那份手稿。 苏青随心头大大的震惊了,不是因为灰衣老者开出来的条件,而是因为那部手稿只有他一人知晓,对方却能够找上门来,这苏木惹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而当那灰衣老者交给他一颗金色铜钱之时,苏青随才明白过来,自己要走狗屎运了。 他自然知晓这颗铜钱代表着什么,他蹉跎了这些年,在杭州又落了地,到汴京又灰头土脸。 这次机会说什么,也不能白白放过了。 他当即献出手稿,提出的要求便只有一个,那就是想跟在老者身边,赐奉这位老人。 老人并没有拒绝,也没有立即接受,而是给他留下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平日里就假扮成苏青随的侍女,但苏青随知道这女人有多么的深不可测。 当老人离开之后,这女人便开始发号施令,不断地替苏青随筹谋运作。 他先交给了苏青随一份东西,让苏青随再上汴京,当苏青随看清了那份东西之后,毅然决然再次来到了汴京皇城。 他去了王家一趟,将那份东西交给了王家,最后的结果是,王家的家主亲自恭送他从大门离开,王锦伦也将他当成了生死至交。 虽说如此,但苏青随还是觉得吃亏了,要不是那女人做主,苏青随真想狠狠敲王家一笔了。 接下来的几天,王家忙忙碌碌,但一个消息却不静而走,王家攀上朝中的贵人了, 而且还是最贵的那撮人之中的一个。 当朝少宰右乡,与铜冠,蔡京等被骂为六贼之一的王府。 虽说百姓对王府骂到烂臭,但这位哥们的履历堪称传奇,据说他本名叫王府, 因为与东汉的一个宦官同名,发迹之后,官家赐名王府。 这王府是个美男,优须拍马最有一套,中了进士之后便平步青云,六年间晋升了四次。 要知道在大宴,考中了进士之后,即便立即受官,也需要排队等着实缺, 好一点的等个三五年,便能够到地方上做个芝麻绿豆小官, 等待三年期满,才能够晋升,进入下一个三年。 可王府在六年间,也就是别人两个任期的时间里,连生四次,已经当上了左司剑。 成为了天子进尘之后,王府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在第七年的时候, 从通义大夫一跃成为右相,连生八级,大宴开国以来从所未见,堪称官场奇迹, 圣宠无以复加。 王府跟高求一样,并非全臣,而是宠臣,他的全父身家都来源于当今官家的荣宠。 但有一点不同的是,高求不太喜欢掺和正式,生怕惹得官家不高兴。 而王府作为右相,却有着不小的实权,为了讨官家欢心,常常能够放下文人的脸面, 做些出格的事情来表忠心,也正是因此,官家越发器重他。 即便蔡京这样的老相公,对王府也会刻刻气气,因为蔡京曾经大起大落, 而帮助他重回正式堂,起父为相的,正是王府。 有了蔡京的人情,再加上官家的荣宠,王府便得意了起来, 百姓之所以骂他为六贼,是他公然所会受贿, 卖官欲绝更是过分到了极点,以至于每个官爵都明码标价。 京中便有童谣说,三百官,约通判,五百索,直密格。 王家跟这么一位大人物扯上了关系,自然一跃成为了汴京城的新贵, 而作为暴打,王家便开始了带你装逼带你飞的节奏, 苏清随和苏家终于时来运转,东山再起。 苏清随知晓那没铜钱意味着什么,那可是足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东西。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这颗铜钱的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恐怖的势力, 他对身边那个女人,越发地恭敬起来。 而在王家的帮助下,又有这个女人不断地发力,苏家的生意很快就飙升起来。 这女人也老是不客气,很多时候都会动用苏家的生意网络, 去做一些苏家人根本就猜不透的勾当。 与其说这女人来帮助苏清随和苏家, 倒不如说苏家彻彻底底成为了这女人的傀儡。 或者说是那颗铜钱背后势力在明面上的傀儡。 苏清随不是傻子,他自然很清楚, 想自己家族这样的傀儡,说不得不计其数。 他不管背后隐藏着些什么阴谋, 他只知道如今苏家的日子,好的不能再好。 自己在汴京,好的不能再好。 就连自己此刻吟诵的新诗作,都是那女人教给他的, 这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日子吗? 有了这些,即便成了别人的傀儡,又有什么关系? 人都说流水的皇朝,铁打的世家, 世家豪族根基底蕴深厚, 无论时代更迭, 他们都能够保持旺族的富贵, 不会衰败下去。 而这颗铜钱的传说, 从大雁开过不久,便一直流传至今, 整个天下仍旧有着无数人向往着这颗铜钱, 真要比较起来,可以毫不过分地说一句, 即便世家旺祖倒了,这颗铜钱背后的大势力也不可能会倒。 能傍上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当傀儡和棋子又如何, 这不是吃亏, 而是天大的福分啊。 苏清随正享受着诸多文士的吹捧, 连王锦伦都对他磕磕气气, 这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梦幻场景, 而且那女人已经许诺, 下一刻的考试, 他苏清随即便不能够东华门唱鸣, 也能够骑上一匹白马去游街。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 那个低眉顺眼伺候在旁边的女人, 看着他风鱼的身材, 顿时心圆一马起来。 虽然装扮得普通平庸, 但他是见过这女人那倾国倾城的真容的, 若能够跟他金风玉露, 生米熟饭, 今后可就将这铁饭碗给捧牢了。 女人察觉到苏清随那邪恶的目光, 只是稍稍抬起头来, 扫了苏清随一眼, 虽然目光只是转瞬即逝, 但苏清随还是感受了无穷尽的压迫力, 心跳都要为之一致, 慌忙转移目光, 不敢再有半分亵渎。 宴会还在容容乐乐地进行着, 而苏家的一名管事却急匆匆走了进来, 朝诸多宾客告罪一声, 与苏清随耳语了一番。 苏清随面色大变, 脱口便惊怒道, 什么, 好个苏鱼, 竟欺辱至此。 第393章, 才子, 相公, 花魁。 事实证明, 这世间走大运的人, 绝不只有苏清随一个, 似乎所有远离了苏木的人, 都开始时来运转了。 苏清随走大运, 是因为苏木的一份手稿, 帮助他完成转运的, 是一个女人。 而周福燕走大运, 也跟苏木有关, 帮助他完成转运的, 同样是一个女人。 来到汴京之后, 周福燕与苏清随一般无二, 也希望能够混入文人的圈子里头。 虽然汴京成人才积极, 汇聚了整个天下有才华的文人默克, 但周福燕, 却不是苏清随那样的货色。 她是有真才实学的, 很快就在汴京文坛展露头角, 被誉为一时翘楚, 甚至因此入了蔡京的亲眼, 得到了极大的扶持。 她通过蔡京, 给喜好书画诗词的关家, 献上了很多诗词, 可惜许多时候, 效果并不明显。 蔡京却仍旧欣赏她的才气, 不断给她激励和帮助。 然而即便如此, 关家对她的诗词始终不是很喜欢, 反倒对苏木的心作格外的关注。 蔡京虽然被骂作六贼, 但在诗词上的造诣也是非常了得, 书法上更是堪称宗师, 与当今关家与其说是君臣, 不如说是文友。 见得周福燕郁郁, 蔡京也是惜才, 便开导周福燕, 让她投其所好。 既然关家喜欢苏木的心作, 那么便让周福燕动用周家在江南的文坛人脉, 替关家收集苏木的心作。 如果无法让关家喜欢上你的诗词, 那么便先让关家喜欢上你的人, 爱乌吉乌, 带得关家赏识你了, 对你的诗词自然也就另眼相看了。 老狐狸蔡京的围观处世之道, 仿佛醍醐灌顶, 给周福燕开了窍, 周福燕终于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 当苏木的心词轻欲按问世之后, 周福燕第一时间便拿到了手, 此时便经虽然已经有人开始传唱这首词, 有资格尽献给关家的人, 也有不少, 但有蔡京阵着, 这个机会还是给了周福燕。 这首清玉案让周福燕产生了极大的挫败, 事实上, 苏木的每一首新作问史, 都给周福燕带来深深的打击。 可他并没有泄气, 因为他有了蔡京的开导, 他心里有了目标, 他要让关家看到自己的才华, 他要让关家亲口承认, 苏木确实不如他周福燕。 当蔡京派人来找他, 打算带他进宫面圣, 参加又一次的宫廷文会之时, 周福燕突然灵机一动, 让人背了车, 很快就来到了汴京第一楼, 梦神楼。 梦神楼之所以能够成为汴京第一楼, 是因为汴京第一名纪李诗诗, 就是他们的花魁。 周福燕对李诗诗的情意不须多言, 然而相往有益, 神女却无情, 李诗诗见过太多太多的文人才子, 对每个人似乎都不太一样, 但其实对每个人都一样。 他可以风情万种, 可以清雅脱俗, 在每个人的面前, 展现自己不一样的一面, 但在感情方面, 他却一视同仁, 青年才俊踏破门槛, 他却始终守身如玉。 当周福燕匆匆过来拜访之时, 李诗诗青醋额眉, 但这种细微到连贴身侍女都无法察觉的神色, 转瞬即逝, 他还是让周福燕进来了。 诗诗, 那家伙又出新作了。 自打从杭州归来之后, 李诗诗便爱上了那首雀乔仙, 也记住了苏木这个名字, 他能够将苏木的每一首新作, 唱出最贴切的韵味, 可以说, 无人能出其右, 仿佛苏木的诗词都是为他所写的一般, 这也使得他声名更盛。 而研究苏木的新作, 仿佛也成为了他理所当然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一般。 事实上不仅仅是他, 但凡有些名声的清官人都在研究苏木的诗词, 许多女子都能够透过这些文字, 看到苏木诗词里想要表达的情感, 但唱出来之后, 唯有李诗诗的, 最是让人动容。 他知道周福燕心里对苏木的恨意, 也知道周福燕每次都第一时间将苏木的新作送给他是为了什么, 他不忍拒绝, 但心里也没有太多的愧疚。 这次是诗诗词, 李诗诗也没跟他客套, 自从上次那首人声若只如初见问世之后, 他已经再也无法拒绝苏木的新作了。 周福燕心里有些酸溜溜的, 但还是强颜欢笑, 故作大度道, 诗词。 听说诗词, 李诗诗顿时满心欢喜, 因为诗作不容易发挥, 而词作才更能够展现他的歌喉与才艺。 不过他有着自己的矜持, 周福燕不给, 他也不会主动开口, 这也正是让周福燕最为不爽的一点, 粗俗一点来说就是, 当婊子还要立牌方。 周福燕没有立刻献上去, 而是面露难色地迟疑道, 诗诗, 这诗虽然在我手上, 但现在还不能给你, 因为, 因为我想让诗诗帮我一个忙。 李诗诗听得此话, 心里就有些疑虑了, 因为周福燕从未向他提过任何要求, 他也不好拒绝, 可如果他提出来的要求太过分, 难免会陷入尴尬不堪的局面了。 周福燕整日都在揣测李诗诗的心思, 又岂能察觉不出来, 当即解释道, 诗诗你别误会, 事情是这样的, 我有个朋友, 这个朋友也很喜欢苏木的诗词, 没有新作传出, 他总想要一睹为快, 而他很多时候都在遗憾, 因为他还没听过, 有人能够唱出苏木词作的真正韵味。 所以我在想, 诗诗能不能, 能不能为我这位朋友唱一曲, 若能够将这新作唱给我那朋友听, 想来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周福燕露出坦诚的笑容来, 他的笑貌本来就出众, 为人又温和, 谦谦有礼, 这样的笑容, 这般的姿态, 实在让人无法拒绝。 虽然他没有明说, 但能够让这位大才子如此求人, 想来他的那位朋友, 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了。 李诗诗不是没给别人唱过曲, 即便他, 再如何清贵, 也只是红尘之中卖笑的烟花女子, 别人再如何吹捧台剧, 他都没有失去自知之名。 或许也正是因为, 这份自知之名, 能够让他始终稳坐花魁的宝座。 所以他迟疑了一番,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美成哥哥带诗诗如自家妹子, 即便不为这心词, 诗诗也是要帮哥哥这一次的。 周福燕最受不了李诗诗提起兄妹这两个字, 不过这一次他心里却没有太多的反感, 因为蔡京已经帮他找到了方向, 他已经找到了比李诗诗更能让他奋不顾身去追求的东西。 那太好了, 诗诗你先练习一番, 下午我再来接你。 他干脆果断地将苏木这首轻玉案送到了李诗诗的手上, 而后转身便要走。 不过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来, 朝李诗诗嘱托道, 诗诗下午还是做男装打扮吧, 这样比较妥贴一些, 也方便出行。 李诗诗微微一正, 但转念一想也就释然了, 展颜轻笑道, 该当如此, 多谢哥哥提醒。 离开梦神楼之后, 周福燕马不停蹄地便来到了蔡京的乡府, 府中直是将他带到了书房, 蔡京正在写着一幅字呢。 周福燕生怕打扰了蔡京, 便在门外站着, 直到雪花落满了尖头, 蔡京才发觉这位大才子已经在外头酒后了, 当即把他迎进了书房来。 周福燕恭恭敬敬地执地子李, 又对蔡京的字歌颂了一番, 两相融洽, 气氛极其美好。 带得蔡京问起下午入宫赋会之时, 周福燕才压低了声音, 将自己的打算告知了蔡京。 他本以为需要花费一些口舌, 说服蔡京支持他的计划, 没想到蔡京却面露喜色, 直夸周福燕终于是摸对了门路了。 蔡子佳人的故事深入人心, 当今官家最心于书画诗词, 对民间的蔡子佳人也是极其感兴趣。 他早就听说过李诗诗的燕名, 只可惜他堂堂一国之君, 不可能召见一个民间的歌姬, 更不可能微服私访, 偷出宫门去一堵方言, 微服出宫这种事情, 现实是不太可能存在的。 明目张胆地将李诗诗请进宫里来, 朝堂上那些文官的唾沫星子, 非得淹死他不可。 但如果李诗诗改办男装, 装成周福燕的友人, 以男人的身份顺便带进宫里去, 这事情可就好办了。 虽然被发现之后会有些麻烦, 可宫外头有蔡精守着, 谁能发现? 到了宫内, 还不是官家说了算? 将女人带入内宫, 这是会乱宫围, 外官插手内宫之事, 这可是极大的罪名。 但蔡精非常有自信, 因为她太了解官家, 太清楚, 官家对李诗诗的倾慕, 若真将李诗诗带进去, 非但不会受到责罚, 反而会受到重赏。 她已经慰及人臣, 甚至快到了赏无可赏的地步, 但这种事情, 可不就是韩信典兵多多益善了吗? 谁还会嫌弃皇帝对自己更加疼爱? 而周福燕, 自然也能够借此入得官家的亲眼, 到底也没有白费自己的一番稀采了。 她也是没想到, 周福燕竟然跟李诗诗 这么熟, 更是能够说服李诗诗, 这简直就是意外之喜了。 此时的皇宫之中, 官家赵杰还不知道自己的臣子正准备为自己带来一场诗词歌赋的别样体验。 因为他在赵剑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人。 陛下, 情况大体就是这样, 哈纳木已经顺利安置下来, 世子他们也都等待着赵剑, 至于江宁那边, 苏语的表现已经超过预期, 至于苏木。 御书房里温暖如春, 那一身黑衣又满头白发的男子, 正坐在锦墩之上, 详细地汇报着江南的局势。 赵杰赤着脚, 在温暖柔软的地毯上夺着步子, 当听到苏木二字之时, 他稍稍停了下来, 背负双手, 似乎在考虑着些什么。 时机差不多了, 让他北上吧, 赵杰如此说道, 那黑衣白发的男人没有太多的表情, 仿佛这一切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一般。 如果苏木在此, 见到这黑衣白发的男人, 或许会大吃一惊吧? 可惜, 苏木或许想破脑袋, 都不会想到这人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第394章 我在天边, 唱着你的词。 今日天气不错, 午后的阳光温暖喜人, 盛嫁已姓华阳公, 蔡京带着周府燕, 以及假扮男装的李诗诗, 连同诸多诗人此刻, 随嫁来到了万岁山下。 华阳公又称更远, 位于景龙门内以东, 丰丘门内以西, 东华门内以北, 景龙江以南, 四周约六里, 占地七百多亩, 是官家赵捷最喜欢的一处皇家园林。 官家之所以喜欢这里, 因为这座玉花园, 倾注了他极大的心神和投入, 因为激起方辣起义的那些花石缸, 便全部丢进了这座园林之中。 官家将他的诗情画意, 全部融入到了这座园林里面, 一千多艘船把从江南搜刮的各种奇珍草木花石, 全树运到了这里来。 更月可谓阔天下之美, 藏古金之盛, 园内刚莲附属, 东西相望而前后相续, 左山而右水, 后夕而旁拢, 吞山怀骨, 其花美目便知其中, 又养真情异寿, 筑飞楼, 构亭台, 真真是极尽奢华。 圣驾队伍来到了东岭飞来风之下, 此时的岭下栽梅万珠, 出雪过后, 梅花含苞待放, 将整个山脚染成一片烟红, 绿谱成蝶, 芬芳富裕, 美不胜收。 除了蔡经这位大书法家之外, 对书画诗词同样精通的高求, 也陪嫁左右, 另有词人理智, 草祖等等, 宫中早已备好文雅宴席, 那行格之中温暖如春, 即可放眼赏学品媒, 也可对尹雅谈, 欣赏歌舞, 端蒂誓妙不可言。 这更岳虽然尚未完工, 但已经尽夺造化之美, 然而李诗诗一路走来, 却无心观赏, 因为他的心里, 早已充满了惶恐和震惊。 他虽然见过朝中达官贵人, 和王公贵族不可计数, 切以为见惯了大事面, 可当他发现自己, 和周福燕, 竟然在蔡经的带领下, 进入了皇宫大内, 心里便震撼得久久无法平静。 他甚至连当今官家都不敢直视, 只是趁着诸人吟师作父的空当, 偷偷扫了几眼。 但见得大雁国君四十余的年岁, 面容清爵, 留着风流长须, 故盼之中少了帝王尊威, 却多了一分文人的儒雅, 眉目含笑, 而谈吐平和, 没有太多引经据点, 却又处处显示出极其高深的艺术涵养, 不可否认, 当今天子可堪称千古风流人物了。 让李施施惊讶的是, 这位天子似乎没什么大架子, 与蔡经等人言笑艳艳, 尽是如释之风, 而诸多文人也是相互唱和, 若除去奢华磅礴的园林与皇家摆设, 其实跟民间的施惠雅籍没太大出入。 官家仿佛也彻底放下了朝政的纷扰, 如同归隐田园寂晴山水的雅氏一般, 期间对诸人的佳作没有太多的点评, 偶有提及也都是一针见血, 总能看到作品之中最为出彩之处, 堪称鉴赏品点的大家。 如此做了小半个时辰, 蔡经和高求等人兴致高昂, 官家也是渐入佳境, 便朝周府宴笑道。 美成, 你的诗词朕都看过, 还是不错的, 今日恰逢其会, 可不能藏桌, 有什么压箱底的妙具好章, 尽管拿出来吧。 周府宴避袭而败, 怜称惶恐, 蔡经等人呵呵一笑, 在旁激利, 他才静下心来, 放目远眺, 但见北面燕池波光长天, 微闭双眸, 仿似在捕捉那山水之间的美妙意境, 过得片刻才睁开眸子, 含笑淫道。 银河婉转三千曲, 玉符飞鹿成波绿, 何处是归州, 夕阳将上楼, 天增霉浪发, 顾下风之雪, 深院卷连看, 鹰连将上寒。 文章偶天成, 周府宴也是触景生情, 说道, 玉符飞鹿成波绿何处是归州之时, 不由朝礼师师看了一眼, 满目都是期许与淡淡的幽怨。 是啊, 这江水蜿蜒, 飞鹿成双成对, 双七双飞, 在碧波上飞舞回旋, 可哪有他乘坐的归州, 他只能坐在江边小楼里, 看着那让老天都极度的万点梅花, 静静地享受孤独, 等待着那条不知何时才能归来的船罢了。 官家也是见惯了风月场那点似的, 早看出了李诗诗的女儿身份, 不过对于蔡经的胆大包天, 他也只是投去一个埋怨的目光则已。 眼下闻贤因而知雅异, 便知晓, 这周福宴该是对李诗诗产生了非分之响了。 美诚也是性情中人啊, 只是不知美诚身边这位小朋友, 对这首菩萨蛮适合看法。 官家乃是一国之主, 明知道李诗诗的女儿身份, 自然不好过问别人的方明, 大家也保持着默契, 尽量以小朋友来称呼。 他这么一问, 李诗诗心头顿时一紧, 他已经开始后悔, 不该答应周福宴的要求, 便似如今这般, 连官家都看出了周福宴对自己的心意, 若官家随口撮合一句, 又有蔡经高求等人在场, 谁敢违逆了官家的意思。 为了给官家塑造一段传奇佳话, 即便自己心里再多不愿, 说不得也只能委身与周福宴了。 一想到周福宴竟然利用这一点来接近自己, 来促成二人的事情, 李诗诗心里顿时艳烦起来。 他站起来, 向官家扶了一礼, 这才平静地达到, 人人皆艳羡那双漆双飞的花露, 亦或击赏那天宫掩热的万点红梅, 但人各有命, 奴婢却有些向往那清清静静的江水, 看两岸花开花落, 望天外云卷云疏, 淡薄平静, 少了纷扰, 享受孤独。 赵洁但听得李诗诗那轻柔的嗓音, 见得他峨眉之中的平静喜乐, 又听说最后那一句少了纷扰, 享受孤独, 心里都是起了共鸣。 人皆以为他是一朝天子, 可谁人懂得他的寂寞孤独, 他何尝不想放下这一切的争斗和纷扰, 纵情山水书画诗词, 逍遥清淡。 李诗诗这一番话, 坦诚却又自然, 表明了自己心境平淡, 享受独身的乐趣, 暂时没有考虑终身大事之意, 委婉地回答了赵洁, 虽然拒绝了周福燕的美意, 却又不会让他有失颜面, 端帝是个玲珑的女子了。 小朋友果是清雅之人, 听美成说, 你可是拥有一副好嗓子, 今日良辰美景, 又有诸多朋友朱玉贫出, 小朋友何不让我等一饱饵福。 赵洁也没有勉强, 不再牵扯周福燕的话题, 反而对李诗诗这女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李诗诗又怎敢扭捏推脱, 宫中乐师早已按部就班, 然而, 她却只是鸟鸟阿娜地走过去, 朝那古琴的乐迹扶了一礼, 后者识趣地将琴作让了出来。 稍稍挽起袖子, 如雪浩腕, 束手调弦, 便是惊艳全场。 但见得李诗诗轻轻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心境, 叮铃一声便浮起琴来。 那琴声极其悠扬而缓慢, 充满着一种怀念与哀怨, 而后才倾起弹口唱了起来。 人声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她本是汴京第一名记, 说是大雁第一名记也不以为过, 色意双绝, 这一开口, 便将在场之人深深吸引。 赵洁等人都是读过苏木这首木兰词的, 个人也自有自己的感触, 然而听得李诗诗的弹奏和吟唱, 他们又勾起了另一番感念来。 带得一曲唱罢, 竟然全场寂静, 赵洁眼眶湿润着, 过得许久才带头鼓掌, 竟生出了此曲只该天上有, 人间难能挤回闻的惊叹来。 周浮燕心头说不出的憋闷, 虽然她仍旧探服李诗诗的记忆, 但却是如何都开心不起来的。 她用苏木的心词, 求得李诗诗跟她入宫面圣, 参加这难得的天子雅会, 这该是多大的殊荣。 而自己用一首菩萨蛮来表明心计, 希望这一帮子闻人雅士, 甚至是当今官家, 帮她遇成好事, 这都是精心幻想过的。 然而, 幻想终究是幻想, 李诗诗巧妙的婉拒之后, 竟然临时改变了主意, 并未唱那首《清玉案》, 而是唱了这首木兰词。 人生若只如初见, 她初见的又是谁? 这已经不需要去思考, 或许李诗诗对苏木 并没有一见钟情, 甚至连苏木的脸都忘记了。 或许这只是她再次表明心计的举动, 但对于周府燕来说, 这无异于对她和李诗诗之间的可能性, 宣判了死刑。 她处心积虑, 甚至不惜连官家都利用上了, 结果却有种为苏木做了嫁衣的感觉, 让她如何不憋屈和愤怒。 反观赵捷, 她连苏木在大江南做过些什么, 见过些什么人都一清二楚。 甚至连苏木与大光明教之间的纠缠都没有放过, 又岂会不知苏木的这首新词。 这首《清玉案》确实是难得一见的传世佳作, 一如苏木每一次问世的诗词那般让人激动万分, 然而终究是不适合眼下的氛围的。 李诗诗临时改变曲目, 既顺成了原来的气氛, 又再次表明了心计, 这女子也算是人间罕有了。 即便知晓了这首新词, 赵捷还是需要将这样的机会留给蔡经等文人, 她需要这样的机会, 让自己暂时逃脱朝政的纷扰,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 让更多大雁的才子, 得到出头的机会。 蔡经确实胆大包天, 但她知道官家一定不会责怪她, 因为官家已经好多次向她透露出对李诗诗的好奇和兴趣, 所以李诗诗才能够出现在这里。 若换了别个女子, 除非蔡经是傻子, 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赵捷的心里是惋惜的, 也是高兴的, 李诗诗确实没有让她失望, 她果真当得起色意双绝的名头。 而惋惜的是, 这个女子心里已经有了苏木的影子, 或许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但对于僻逆着整座江山, 整日与朝堂上文武百官玩心眼的当今天子而言, 看出这一点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再想想关于苏木的种种情报, 陆青花和彩儿这种暂且不提, 但是杨红莲, 雅瓦, 护三娘, 甚至是于白韶, 哪一个不是倾国倾城的好女子, 怎滴全都跟苏木沾上了边。 赵杰自认为才子, 却又难得风流, 她本想让苏木直接北上的, 如今倒是真的想将苏木先照到汴京来, 好生看看, 这个让她一直默默关注着的苏木, 到底是个何等样的人物了。 第395章, 后路, 11月眼看就要进入下旬, 即便是江南, 也开始感受到冬天的冰寒, 要命的是, 这几日都没有干燥的北风, 而是进入了连绵不绝的阴雨天气。 经过了黄承司和秀一, 直屎君的清洗之后, 镇江和江州两地元气大伤, 特别是龙阳山的老巢江州, 如今街道上更是冷清非常。 江州城中以及周边的郊区几乎时势久空, 许多人家尽是老弱妇孺, 跟龙阳山有牵扯的成年壮丁, 大部分都被打入了大牢, 侥幸没有被捕或身家本来就清白的, 已经没剩下多少。 石有信披着缩衣, 带着斗笠, 如木桩一般坐在江边的船坞边上, 于而拖着鹅毛飘子沉入水中, 拉扯着泛黄的老竹鱼干, 石有信才回过神来。 阴云滴滴滴压在江面上, 细雨打在水面上, 激起无数小水花, 将整个江面都渲染得朦胧飘渺。 石有信扯起鱼干, 上钩的是一尾瘦巴巴的鳞鱼, 被丢进浸泡于岸边的鱼篓之中, 吃力地吐着泡泡, 鱼嘴上还渗着血丝, 那苟延残喘的模样, 便如同今时今日的龙阳山。 二当家郭努死了, 大当家龙金海和二当家杨云帆 也再没办法回到江州来, 虽然有些挫字里拔高个的意思, 但石有信还是被推举为新的首领, 维持着江州那满木窗移, 支离破碎的局面。 龙阳山的垮台, 使得杨子江周遭水域的地盘, 被诸多大大小小的船帮和堂口彻底瓜分。 除了老巢江州和镇江之外, 石有信已经没有太多的人手, 去收复那些地盘。 若非石有信拥有一身身藏不露的好武艺, 说不得连江州和镇江都守不住了。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石有信也是忧心忡忡, 江州和镇江的男人都被抓走了, 剩下许多婆娘, 一些个船帮就想着财色双收, 入主江州, 充实江州的人口, 诸多贩夫走卒也想要个安定日子, 跟江州这些孤儿寡母搭伙过日子。 但石有信却强横地拒绝了这些船帮的提议, 他也知晓日子艰辛, 寻常人家也不讲究什么真猎手节, 这些婆娘一个个都是见过江湖的泼辣货色, 又怎会耐得住寂寞手长长大半辈子的活寡。 然而, 龙阳山的三位当家是回不来了, 那些大小头目也回不来了, 但寻常的帮众还是有机会回来的。 且不说大雁阁三差五就会大赦天下, 单说这些只是从犯的小喽啰, 有不少就陆陆续续被放了过来。 只要能回来, 就仍旧有着希望, 只要自己的男人还没有死, 婆娘又怎么能改嫁他人。 所以, 石有信横果决地拒绝了这些船帮和堂口的威逼利诱, 带领着仅有的人手, 不断抵御着大小势力的合力撕咬和巧取豪夺。 他没有龙金海那样的大野心, 没有郭奴那般凶残狠辣, 也没有杨云帆的狡诈多致, 他只是个老实汉子, 在帮派被击溃之后, 为照顾这些弟兄们的家眷, 而尽自己最后一份力。 他还记得祖父临终前对他的嘱托, 老爷子说, 当初为他取名有信, 就是希望他言而有信, 人无信不利, 只有这样, 才是真正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石有信既然答应过弟兄们, 帮他们照看好家人, 自然不会眼睁睁看着弟兄们的婆娘和孩子, 被其他船帮和堂口的人给糟蹋了。 也就在昨天, 又有两个堂口的当家人过来, 气势蛮横到了极点, 扬言若龙阳山不让出镇江的地盘, 他们就会强夺, 苟延残喘的龙阳山, 无疑再次雪上加霜了。 江边垂掉, 阴雨打在脸上, 也无法让石有信的心境沉下来, 当他再次将吊杆抛下之时, 却听得身后响起了细碎的脚步声。 石有信扭头一看, 但见得一个年轻人, 举了一把油纸伞, 慢悠悠就来到了他的身边, 也不顾江边泥泞, 就这么蹲在他的身边, 给他递了个酒葫芦。 石有信看着他, 看着他脸上那两道金印, 心头一紧, 眉头便皱了起来。 他的刀就藏在缩衣之下, 由于各大堂口的威胁, 即便在家, 他都是刀不离身。 他在估算着自己 与这男子的武力差距, 心里在演算着 若打江起来, 会是如何的场景。 然而, 他最终还是松开了刀柄, 接过了那酒葫芦。 因为他没有感受到 任何的敌意和杀鸡, 他深知这男人的武艺 有多么高强, 也知晓他杀起人来 多么的果决狠辣。 他是老江湖, 特别是龙阳山的当家人, 全都在了之后, 他对这个男人 就更加地了解。 越是了解, 自然也就越是恐惧。 他不是那些不问江湖士, 却又常常对江湖 呲之以鼻的文人默克。 他是知道这个男人的 深厚底细的, 即便是 云龙九县方七佛 都败在了他的手下, 女儿最终 也成为了他的女人。 这样的男人, 是没办法随便 与他动手的。 久到是好久, 就是苦涩了一些。 杨云帆被压界上京之前, 跟我说了几句话, 想不想听。 苏木没有看他, 只是舌了一根干枯的草精, 撩拨着鱼楼里那条 瘦巴巴的连鱼。 他也知道, 自己不是什么好人, 拜君之将阶下之求, 也没资格谈条件, 但他却给我磕了个头。 石友信抬起斗笠, 有些浑浊的老眼, 就这么看着苏木, 后者微微转头, 朝他轻笑一声道。 不信, 起初我也有些吃惊, 不过磕头之后, 他便拜托我, 放过江州的那些弟兄, 只问贼手, 不论从犯, 你说我该不该答应。 石友信冷哼了一声, 沙哑着声音说了一句, 斩草除根, 除恶无尽, 即便你这么做, 也是无可厚非。 苏木有些讶异, 而后点头道, 杨云帆虽然作恶多端, 但眼光还是不错的, 他果然没有看错你。 石友信对苏木的说法没有任何质疑, 因为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他, 那就是龙阳山有一部分喽啰并没有被抓起来。 因为这一段时间, 他一直在警惕着, 担心这些人已经被朝廷策反, 成为了朝廷的细作, 潜伏在江州, 妄图将龙阳山最后一点根基都给抹掉, 如今, 苏木这么一说, 他总算是释然了, 原来他们都是被苏木网开了一面。 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如果想让我感恩戴德, 还是免了吧。 石友信仍旧冷淡地说道, 苏木也不在意, 将对方的酒葫芦拿过来, 喝了一口之后, 又递了回去。 放几个人泥, 自然不会对我感恩戴德, 如果我把所有的从犯都放回来呢。 你说什么, 即便石友信在沉得住气, 闻得此言, 也不由惊愕起来。 苏木在朝廷的具体官职, 他并不清楚, 但能够调动黄承司和秀依指使君, 能够与黄承司大勾当称兄道弟, 苏木手中的权柄不可谓不大, 而且他的事迹在江湖之中, 早已成为人人皆知, 苏木不可能特地拿这个来开玩笑。 我是官, 你是匪, 吃饱了称得没事, 我跑来送酒给你喝, 跟你瞎扯淡。 你想要什么? 昭安。 昭安。 石友信瞬间激动起来, 苏苏木国真能将龙阳山的弟兄都放回来, 那么龙阳山所有的危机都将不攻自破。 而即便在龙尖海那个时期, 朝廷也没有对他们昭安, 因为他们始终没能上的台面, 而龙尖海也没有造反的意思。 如果能够接受昭安, 那么他龙阳山就不需要忌惮其他势力, 江州也将名正言顺成为他们真正的领地。 只是他时有信也不是三岁小孩, 从来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这天底下从来就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 即便有, 也会带来无穷尽的麻烦。 再者, 龙阳山已经被陪侍等世家豪族坑过一次, 他们已经很难再相信这些珠门大户, 更遑论朝廷的狗官。 苏牧早已料到他会有此顾虑, 当即低声道, 我不是那些世家的说客, 也不想给朝廷做些什么。 顿了一顿之后, 他终于坦诚地说道, 我不久就要离开这里, 但我的父亲, 我的兄长, 我的家仍旧会留在这里, 我要给他们留一条路, 需要足够的人手来保护他们, 因为我说过, 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们。 苏瑜在士博司做事, 与转运使司撕破脸皮的事情, 早已传开了。 时有信一直关注着官府大佬里那些个弟兄, 对市井上流传的小道消息, 自然也是知道的。 只是保护苏福。 对, 只是保护苏福, 但是我必须提醒你,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只有千日做贼, 没有千日防贼, 如果被动防御, 还不如不要你们, 我需要你在必要的时候, 主动去做些事情, 一些我大哥不方便去做的事情。 苏瑜这么一说, 时有信顿时就明白了, 龙阳山乃是杨子江流域的地头蛇, 对地盘里的势力很是清楚。 苏瑜乃是博司的鼠里提举公事, 但手里头没有太多可用之人, 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也不可能亲自去做, 收编龙阳山, 绝对是他不二的选择。 而且让苏瑜来收编, 让龙阳山暗中为苏瑜提供援助, 还能够使得苏瑜两手干干净净, 身子清清白白, 不会给他的仕途沾上一星半点的污迹。 能够为兄长着想到这等地步, 时有信没有理由不相信苏木, 因为整装买卖到底还是龙阳山转得大。 时有信沉思了许久, 终于伸出满是老茧的手掌来, 朝苏木说道, 好。 苏木呵呵一笑, 与他轻轻击掌为事, 而后从对方手里取回自己的酒葫芦, 撑着伞转身就走。 你的鱼儿脱钩了。 苏木如是提醒道。 时有信提干一看, 幼儿已经没了, 不过他的心情却舒畅了起来。 是啊, 终于脱钩了, 还有什么比逃脱囚龙, 重回江湖, 还要让人高兴激动的。 第396章, 苏长宗被捕。 苏木没有骗他, 在11月的最后几天, 龙阳山的那些弟兄果真陆陆续续被放了回来。 时有信此时, 心头才掀起惊涛骇浪, 原来苏木的能量果然如此的巨大, 大到可以释放这些作乱地方的贼匪。 只不过, 他并没有想到, 苏木之所以能够释放这些人, 并非苏木的本事, 而是因为当初被任命为提举刑御司公事的, 是赵文轩, 而赵文轩离开之后, 便是赵文培和刘志在处理刑御司的公务。 郭正文和蔡民对此自然不可能不闻不问,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圣旨却让他们断了阻挠苏木的念头。 那是官家的一道手谕, 赵苏木于年前入京面圣的手谕, 然而让人有些意外的是, 手谕先下发到了转运使司的手中, 再由郭正文去对苏木宣旨。 如果这是一道经过中书省治理的正经圣旨, 郭正文或许一点都不会忌惮, 可这只是一道手谕, 而且还特意先发到他的手中, 让他交给苏木, 这里头的意味可就有些非同寻常了。 朝廷里头接过圣旨的人很多, 但能够让官家亲自写下手谕, 说明此人已经引起了官家的关注。 如果说先前郭正文还在怀疑苏木的秀义暗查身份是否真实, 那么官家的这道手谕, 无意再告诉他, 苏木确实是朕的秀义暗查, 你郭正文就不要打他的主意了。 体会到这一层深意, 郭正文也是心头大害, 如果官家连这个都知晓, 那么官家会不会知晓他手里有一颗金色铜钱? 不会的, 大客卿说过, 即便让人知道了, 也不会有人敢动我, 郭正文喃喃自语道, 可终究还是忍不住心虚起来。 此时他已经很确定, 无论是裴府的死士陈震山, 还是他身边的老兜馆, 这二人的人间蒸发, 绝对与苏木脱不了干系。 一旦苏木知晓了, 那么黄承司自然也就知晓了, 而当今天子, 也就不可能不知情。 难道同前背后的那个组织, 真的强大到了这等地步? 即便官家, 知晓自己的臣子, 与这个组织勾结来往, 也能够坐视不管。 亦或者说, 这个组织跟当今官家之间, 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一些什么秘密。 即便他是一路转运时, 守目地方, 全是滔天, 事情到了官家的这个层次, 也就不是他所能够揣测的了。 在他看来, 官家便是盘踞于暴坐之上的真龙, 闭靡着整个人间, 而那同前背后的势力, 却是无数隐藏于人间黑暗之中的阴影, 他早已深刻地体会到, 这个组织强大到了何等地步。 因为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淮南西路的转运时, 便是因为他遇见了一个灰衣老者, 那个灰衣老者给了他一颗铜钱, 对他说了一句话, 于是他就梦想成真了。 他已经过了爱幻想的年纪, 在官场打拼了这么多年, 对神神鬼鬼的东西, 他是发自内心静而远之的。 他也不相信那灰衣老者, 真是什么典时成金洒斗成兵的地仙人物, 但他却知道, 想要达成这样的目的, 需要调动多少暗中的势力在运作, 而且他毫不怀疑, 这个组织在朝堂上的力量, 绝对不会比任何一个势力弱小。 这一层层考量推敲下来, 他也就只能老老实实, 不敢再对苏木动手。 但他不动手, 并不代表别人不能动手, 眼下士伯斯被苏鱼大刀阔斧的整治, 几乎被打造成了油盐不尽的清水衙门, 世家豪族和地方官府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可以说, 苏鱼在江宁已经是强敌环士, 八面楚歌了。 所以, 即便他不会对苏木动手, 但世家豪族们绝对不会放过苏鱼, 即便他郭正文发了善心, 或者忌惮于官家的警告, 让那些人不要动苏鱼, 带着苏木离开之后, 自己也无法再压下望族们的怒火了。 而事实上, 世家豪族已经开始展开了对苏鱼的抱负, 准确来说, 是对苏家的抱负。 他们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 不是因为他们看不出眼下的形势, 而是因为他们拥有了最合适的打手, 只需要为这个打手提供火力支援, 在背后煽风点火, 根本就不需要他们站到台面上来。 这个打手不是别人, 正是苏家的苏清韦。 被士博斯关押之后, 苏清韦很快就发出了求救信, 而苏清随大怒之下, 狐假虎威, 利用王家和王府的关系, 拉虎皮扯大旗, 很快就向士博斯施加压力, 将这件事情彻底化解掉了。 苏清韦出来之后, 便开始对苏与苏木两兄弟展开抱负, 而这次指导他作战的, 竟然是大哥苏清随身边的那名女子, 他竟然来到了江宁。 苏清韦不是傻子, 即便他的脑子不灵光, 没有过人的智谋, 但还是能够看出个好歹来。 这些世家豪族分明就不怀好意, 为他提供各种便利, 还是想要拿自己当炮灰打头阵吗? 虽然他不得不承认, 苏与不尽人情, 不顾家族宗亲的血脉关系, 大意灭亲在先, 也怪不得他苏清韦不仁不意在后, 世家豪族能够看到这一点, 并加以利用, 实在是让人较好的一记妙招。 苏清韦不是不想收拾苏鱼, 也不是不想假人之手, 更不想拒绝世家豪族提供的强大助力, 但他也不能傻乎乎给人当成借刀杀人的工具, 和以后背黑锅的二愣子。 然而让他意外和愤怒的是, 那个女人竟然硬承了下来, 对世家豪族提供的帮助, 没有一心半点拒绝, 全盘接受。 在他的调度之下, 世家豪族在地方上的实力很快就展现出来, 苏鱼家在江宁和扬州的生意, 甚至在杭州的生意, 几乎被一举击溃。 这些世家豪族财大气粗, 本着损人不利己, 杀敌一千字损八百的豪气, 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内, 就让苏鱼家的生意全都关了账。 那些地下的灰暗势力也开始发动起来, 四处给苏家的生意抹黑栽赃, 地方官府配合默契, 竟然将苏长宗也给抓了起来。 苏鱼进入士博司之后, 有了正经的攻势, 也就不便在染指生意, 避免官商勾结的嫌疑, 即便是苏长宗, 也只是坐镇幕后, 轻易不会出面, 挫折生意上的事情。 可饶是如此, 当店面纷纷出现危机之时, 苏长宗也坐不住了, 一边让人通知苏鱼和苏木, 自己却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店面去, 没想到却被抓了个正着。 苏青尾本来还对那女人付匪不已, 可当他看到短短时间之内, 苏鱼父子三人就成了丧家之犬, 心里莫提有多快活了。 此时的江宁府衙门里头, 梁武侄脸色通红, 愤怒到了极点, 却又只能哭坐在二堂里继续等待。 他以前好歹也是上员县尾, 在地方上也有些说话的人脉关系, 可调任了兵马都监察之后, 却不上不下, 上头有燕武军压着, 又没办法朝地方上伸手, 官位是上去了, 权力却又被削弱了。 苏长宗被抓之后, 他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 一面派人给苏木报信, 一面赶到了江宁府来。 因为他很清楚苏木的脾性, 家人便是苏木的逆临所在, 眼看着苏木就要离开江宁, 前往汴京, 这地方上的官员和大族 却又闹出这样的幺蛾子来。 他可是很深刻地体会过, 苏木发怒的时候, 是何等恐怖的一种场景。 作为兵马都监察, 他可不想跟苏木作对, 所以第一时间就赶到衙门来, 希望能够从中斡旋, 当个和事佬, 否则双方一旦开战, 他可就里外不是人了。 然而这些不开眼的, 竟然让他坐了大半个时辰的冷板凳, 显然根本不怕事情闹大。 梁武侄本来就是世家豪族扶植起来的官方势力, 对世家豪族那一套实在太清楚不过。 若说官商勾结, 世家豪族与江宁府才是老祖宗, 一看整治苏家的这些手段, 他便知道, 虽然是苏清为出面, 但背后绝对是裴氏等世家豪族在兴风作浪。 裴氏是世家豪族的龙头老大, 一向呼风唤雨, 说是土皇帝一点都不过分, 即便是江宁官府的人, 也不敢对裴氏呼来喝去, 反而要主动巴结。 因为地方官府, 在政务的发布和执行过程之中, 若没有世家豪族和诸门大户们的支持, 根本就完不成任务。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年两次的赋税和摇曳争角, 如果没有世家大族的支持, 地方官府即便把老百姓放到墨盘上炸, 也炸不出半两油水来。 更不用眼下大江南农业和商业齐头并进, 无论哪一方面, 都是豪族在支撑着大框架。 可就是世家豪族这么个庞然大物, 在苏木来到江宁之后, 却一次又一次被苏木堵得走投无路。 先是剿灭倭寇和龙阳山贼匪这件事, 世家豪族虽然摘清了出去, 仍旧保持着表面的清白, 可暗地里却承受了极大的损失。 没有了倭寇在沿海的走私, 这些世家豪族每一日都损失着大把大把的银子。 眼看着朝廷开了海进, 如果能够掌控士博司, 那么世家豪族非但能够将损失弥补回来, 甚至还能够反过来赚取数十倍的利润。 可偏偏又出了官家下放王子到基层锻炼这样的事情, 好不容易将这些个王子给打发走了, 又留下了苏鱼这块硬骨头。 他们本以为不需要担心苏鱼, 根本就看不上眼, 可直到转运史斯在与世博司的争斗之中接连败北施力之后, 他们才知道, 苏鱼跟他那个该世的弟弟一样, 同样都不是好惹的。 也正是因为这两兄弟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挠和破坏, 世家豪族已经元气大伤, 这让他们如何不想着报复。 世家豪族利益受损, 根基受窗, 对于苏鱼和苏木而言, 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他们同样是在损人不利己。 可往深处想一想, 这些世家豪族的高楼, 都是用穷苦百姓的白骨和高枝在做基石, 他们的穷楼玉宇, 是用老百姓的尸骨堆垒起来的, 而且还是杀人不见血的压榨。 苏鱼和苏木确实没能得到切实的利益, 但他们却为大江南的老百姓立下了千秋功德。 而更重要的是, 若说有人最愿意看到世家豪族受挫, 那么这个人是谁? 是当今的天子。 从这个层面来看, 无论是苏鱼还是苏木, 都拥有着极强极敏感的政治嗅觉, 或许地方上会对他们打击暴富, 但当今官家, 绝对会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拍案叫好。 至于父亲被绑这种事情, 苏木还没定下策略, 苏鱼已经开始动手了。 这个斯文人, 在得到了实有信的龙阳山之后, 便开始露出猙獰的爪牙来了。 第397章, 官场新贵的崛起之路。 梁武侄从江宁府衙门出来, 虽然还未进幕, 但天气阴沉, 飘飘洒洒的雨丝之中, 夹着灵星的细血, 失冷难耐。 这群不长眼的烟渣丝, 梁武侄不由拓了一口, 愤愤地骂道。 虽然最终见到了知江宁府是周围雍, 但这位知府大人, 却没给梁武侄好脸色。 心头愤愤是一码事, 事情终究还是要解决的, 梁武侄心里正由于要不要去找江宁通判李府币碰碰运气, 一时间倒是有些迟处起来。 通判虽然明面上不及知府, 但实则大权在握, 能够直达天厅, 许多事情即便不能直接拍板, 但也拥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知府也是要给面子的。 再者, 江宁府通判李府币的来头可是非同寻常的, 他的本宗家世倒是寻常官换人家, 世代小官不断, 大官没有, 可这些年间李家也终于熬出头了。 因为他的舅舅乃是六贼之一的当朝大员, 盘顾侯朱勉。 顾名思义, 盘顾就是如盘石一般稳固的意思, 寓意不可动摇, 古人有云, 以帝宗盘顾, 周不于天下, 其属极疏远, 因官卑末, 无良犯献, 理须推究。 而与蔡经同贯王府等人并为六贼的朱勉, 之所以被封盘顾侯, 则是因为官家的更岳万寿山里头的其实, 从苏杭各处搜刮得来的花石缸, 就是这个朱勉出手操持的。 他本是苏州的一个匠人, 专精堆山造园, 号称花园子, 而后攀附蔡经才入朝为官, 之后主持苏州英凤局, 搜刮其花一时, 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花石缸了。 朱勉之所以能被封为旁固侯, 这其中还有一段小典故, 据说他在搜刮花石缸的过程当中, 得到了一块巨型的太湖石, 高达四丈, 心头狂喜, 便决定运到京城送给官家。 于是他专门打造了一艘巨舰, 奴役了数千名拉船的倩夫, 一路上御桥拆桥, 甚至不惜推倒城门, 回去水门, 历经数月, 将这块石头运到了便凉。 官家自是大喜过望, 将这石头赐名为神韵昭公石, 将朱勉封为盘顾侯。 不过后来, 花石缸引发了芳辣的起义, 朱勉也因此沉寂了一段时间, 然而平叛过后, 他又再次来到苏杭地界收拾残局, 并很快打开了局面, 整个东南地面的官吏, 见得朱勉这样都倒不了台, 而且不想反生, 于是纷纷去赋于他。 眼下整个大东南地区隐隐成为了朱勉的后院, 即便是东南部的一些刺史, 郡守都以他的门声自居, 朱勉越发贵不可言。 有了朱勉这样一个舅舅, 李府必出任江宁府通判虽然有些举贤不必亲的嫌疑, 但谁又敢说半个反对的字? 按说李府必有着这等样的背景, 梁武侄不应该想着找他出来获悉泥, 但梁武侄是江宁地方官场摸爬滚打的老人, 知道李府必虽然靠着舅舅上尉, 但围观期间对百姓还是不错的, 也干了不少的时事。 据说李府必家里头虽然没出过什么大关, 但好歹是书香门第, 骨子里始终流淌着清高的血脉, 对权势熏天的朱勉其实很是看不起, 而朱勉为了让李家服气, 择欧气一般不断用官位来砸李家的人。 梁武侄心里很清楚, 在陷害苏家, 抓捕苏长宗这件事上, 知府周围庸的屁股绝对不干净, 但李府必应该是没有参与其中的。 他也知道李府必曾经跟知府周围庸闹过很多不愉快, 这也是知府与通判之间的宿命, 不到关键时刻, 他也不想挑唆通判来对付知府。 可这件事情, 士博司应该是没有办法干预的, 而苏木的黄承司人手早已掉离, 苏木身边也没有太多可用之人, 再者,若苏木真要蛮干起来, 姜宁可就没有安稳日子可言了。 所以, 梁武侄是帮人帮到底, 也是在帮自己, 想了想便找上了李府必的牵压房。 然而, 他再一次坐在了冷板凳上, 一等就是小半个时辰。 而此时的牵压房中, 李府必只是紧皱眉头, 背着双手, 来回夺着步子, 他的身后客座上, 是鼠里士博司提举公事苏瑜, 鼠里提举刑玉司公事赵文培, 以及刘志。 这三个人都是苏杭江宁地面上 新晋崛起的文官, 在杭州叛乱期间, 就拥有着极其良好的名声, 被誉为江南世子的脊梁, 到了江宁之后, 也展现出了很不错的能力。 李府必是个爱才之人, 心胸豁达, 也不会嫉妒这些后起之秀, 甚至在士博司与转运使司的争锋之中, 他更加偏向于士博司的苏瑜等人。 他之所以紧皱着眉头, 不是因为与这三人有什么举语和不快, 而是因为桌面上那一达厚厚的账本。 黄承司剿灭了龙阳山, 荡清了倭寇王景也平治的队伍, 同时也牵出了不少地方上的卧挫事情, 这些他都是心知肚明的。 虽然朝廷没有继续追究, 但作为江宁通判, 他对地方官府与世家豪族的眉来眼去, 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只是他没有想到, 苏瑜竟然会掌握着如此有分量的证据。 这份账本足以将大半个江宁府的官员彻底打入牢狱, 永不翻身。 黎扶必拥有秘奏天子的权利, 也相信苏瑜三人的品行, 所以他心里也很清楚。 这么重要的账本, 苏瑜是不可能私藏起来, 也就是说当今官家肯定已经看过这份账本。 可剿灭倭寇至今已经过了几个月, 官家对地方上的官员却没有任何的表态和行动。 若自己利用这份账本, 掀起江宁官场的大地震, 是否会违背官家的心意? 这才是他真正忧虑和担心的问题了。 苏瑜也很理解黎扶必的担忧, 在他看来, 黎扶必是个不错的官员, 能力暂且不说, 至少良心是有的, 也能够善待百姓, 这也就足够了。 打从考中进士之后, 苏瑜与刘志赵文培等人的仕途, 其实并不顺畅, 能够进入士博司, 自然有赵文轩强烈举荐的意思在里头, 可赵文轩不过是个孩子, 政治觉悟没有那么高深, 他的决定肯定要通过赵汉清的层层考量。 而官家竟然也同意了这样近乎胡闹的事情, 甚至于在赵文轩三人离开江宁之后, 更是给了他处理士博司提举式的临时安排, 对于苏瑜等人而言, 这无异于一步登天了。 所以, 苏瑜也在不断地思考, 这些事情背后的意思, 直到最近, 苏木帮他收服了龙阳山, 直到苏木将龙阳山那些贼人放出来, 朝廷上却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 他才想明白了这其中的关节。 官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 之所以让他们这几个粉嫩嫩的官场新人, 违背常理的飞速晋升,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利用他们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尽头, 完成官家当初没有完成的事情。 妄自揣测圣意是仁臣之大忌, 可朝野上下, 哪个不再揣摩圣意。 而苏瑜, 正是因为揣摩到了官家的心思, 才敢如此冲动而不计后果的行事, 敢大刀阔斧操持士博司, 敢跟地方官府和转运使司撕破脸皮, 敢烧船敢抓人, 敢得罪世家豪族, 敢对抗各路神仙, 甚至敢私下里收编龙阳山的余孽。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苏瑜在认真而缜密地思考之后, 做出来的决定。 而他一次又一次地试探, 不断地肆意妄为, 郭正文等人自然不会放过他, 相信弹劾他的奏章早就入了官家的眼。 可是他苏瑜直到如今, 仍旧能够稳坐士博司一把手的位置, 虽然是暂时代理, 但也足以说明一个问题, 他的猜测是对的。 他完全可以拿着这份账本, 去威胁周维雍和郭正文等人, 甚至可以拿着账本去世家豪族那里耀武扬威。 这份账本一出, 无论陪氏还是别的世家豪族, 绝对不敢给他半点脸色, 甚至于第一时间就将父亲苏长宗给放出来, 苏家生意原先是什么样子, 就恢复成什么样子。 然而他不能这么做, 一旦他为了救父而有所迟疑, 让这些人得知这份账本, 那么他们就会开始有针对性的毁灭证据, 歪曲事实, 开始准备后手退路。 虽然能够救出苏长宗, 但也打草惊蛇, 给了这些人喘息的机会。 所以他没有这么做, 而是找到了通判李府弊。 他并不相信李府弊, 即便李府弊有良心, 但他也是江宁的官员, 即便他不乐意, 但终究还是会发生许多利益上的牵扯。 他之所以将账本拿出来, 是因为他知道, 李府弊是个聪明人, 绝对不会看不出官家的意思, 也绝对不会看不出这份账本的价值。 只要将江宁府的官场整肃一番, 就是他最大的政绩, 他就能够进入朝廷滚滚诸功的亲眼, 官家更是会对他刮目相看, 下一个官场新星, 必然是他李府弊无疑。 再者, 只要引发这场必胜的战争, 他就能够阴功晋升, 彻底远离地方, 进入朝堂中枢, 成为清流言官之中的新贵, 说不定还能给远远看到正式堂的椅子, 在不久的未来向他招手。 这是致命的诱惑, 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拒绝的。 但他也很清楚, 苏鱼手里握着这份东西, 他完全可以打这个先锋头阵, 没必要将这份手弓让给他李府弊, 苏鱼之所以将这份东西让出来, 不是对他李府弊心生好感之类的, 而是因为苏鱼很清楚, 自己还不具备充当先锋军的实力。 毕竟他们心里都是猜测, 若猜错了, 苏鱼傻呼呼就点燃这个导火索, 那么官家怪罪下来, 他苏家也就彻底完蛋了。 可李府弊却不同, 他已经是官场的老人, 又有朱勉这样的舅舅在背后照看着, 关键时刻也能够让苏鱼背这个黑锅,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只需要站在台面的最前端, 打响第一炮。 事实上, 李府弊的猜测已经距离真相不太远了, 苏鱼也确实是这样想的。 若自己傻呼呼就冲上去撕开地方官府的遮羞布, 那么城府也太浅了一些, 地方上的羞耻, 说到底都是官家的面子, 即便官家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 可让他苏鱼来执行, 朝堂上的文武百官又该作何想? 但如果让李府弊出面, 说不得要牵扯到忠勉的身上, 有这位东南小朝廷的大佬出手, 官家和文武百官还能说些什么? 而这其中, 也牵扯到官家心中极其隐秘, 连苏鱼都没有考量到的一层意思, 打击江南地方官场, 可不就是在变相削弱忠勉的影响力吗? 无论是宠臣还是权臣, 一旦做大, 便会引起官家的警惕, 帝王心术, 逃不过两个字, 平衡。 赵捷不是不想追究地方上的罪责, 而是要将这种惩罚当成一种武器和工具, 在适合的时机再展现出来, 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这才是事半功倍。 而事实证明, 他没有看错苏鱼, 而苏鱼, 也没有看错李府弊, 而李府弊, 也没有看错朱勉。 第398章, 兄掌 苏鱼回到府邸, 已是掌灯时分, 因着苏长宗被捕, 家里头的人都愁容满面, 善听的灯亮着, 苏鲁孤零零坐在那里, 下人都在一旁候着, 却没有布菜。 大少爷回来了。 财儿丫头冒冒失失地快步走进来, 朝苏木惊喜道, 然而后者只是勉强一笑。 苏鱼的脚步很沉稳, 即便他出门之时, 怀里抱着那个木盒, 如同肩上压着一座山, 回来之时, 仿佛卸下了那座山, 一身轻盈如白雨, 他的脚步仍旧没有太多的轻快, 宠辱不惊, 不卑不喜, 仿佛已经融入到了他的骨子里。 等很久了。 弟子们纷纷取来热毛巾, 给苏鱼擦脸擦手, 一边又给苏鱼脱去外袍, 换上宽松的宴居长服, 后者含笑, 朝自家弟弟问着。 苏木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也没回答, 只是朝彩儿丫头点了点头, 那小丫头跑出去没多久, 苏鱼的妻子便与雅婉护三娘等人一同来到了饭厅。 苏家虽然已经是官宦人家, 但受了苏木的影响, 没有太多的规矩, 女人也一起上桌吃饭, 若让外头人知晓, 真不知该惊掉多少人下巴, 又不知该有多少人骂他们违背伦理, 网读了圣贤书。 下人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苏家, 有时候苏木二少用膳之时, 连彩儿丫头也能够上桌吃饭。 于是他们开始鱼贯尽出, 很快就端上了热气腾腾, 色香味俱全的满满一桌子菜肴。 苏长宗老爷子是个很节俭的人, 又注重养生之道, 平素里吃得很简单, 像这样的排场是不太多见的。 但今日是苏木二少特意叮嘱的, 这席面还是这小四道最太平那里预定的, 有掌柜亲自送到了苏府来, 一直在厨房里头温着。 苏语扫了一眼, 心里就满不适滋味, 不是因为苏木的铺张浪费, 而是因为那道主菜。 主菜用的是燕, 暖胃菜则是燕窝, 予以唐燕归巢, 这是一道渐行的菜色。 也就是说, 苏木已经决定北上了。 在这样的一个结果眼上, 苏木做出这样的决定, 即便是雅瓦等人, 都无法理解。 但苏语理解了, 他的心里不是滋味, 并非因为苏木不顾父亲而独自离开, 是因为苏木已经看穿了这一切, 他可以安心地北上, 而将家里的事情, 都放心地交给苏语。 因为他已经知道苏语的布局, 他知道苏语掀开了战争的帷幕, 他也知道苏语必定是最后的胜者。 苏语也是人, 即便在豁达, 即便对象是自己的弟弟, 他也会有嫉妒。 自打苏木出生之后, 他就一直处处维护着这个弟弟, 即便在苏木最顽固最不成器的时候, 他也都疼惜保护着这个弟弟, 即便家族的人再如何看不起这个弟弟, 他苏语也始终不改初心。 因为保护弟弟是娘亲留给他的唯一叮嘱, 是他一直坚定地认为, 这是自己无法逃开的宿命, 所以他无怨无悔。 为了保护弟弟, 他拼命读书, 为了保护弟弟, 他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投笔从商, 为了保护弟弟, 他变得成熟而圆滑, 因为他需要力量来保护弟弟, 保护父亲, 保护这个家。 这俨然已经成为了他最大的动力, 是他能够变得越来越优秀的最主要原因, 是一种责任, 是一种不断的鞭策, 在后头不断催促他, 让他从不敢停下前进的脚步。 可自苏木从木舟回来之后, 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这个弟弟变得不一样了, 老天爷给了他一场磨难, 给了他一身伤痛, 给了他一次出生入死, 却同样让他脱胎换骨, 完成了顽固小子到男儿汉的角色转变。 苏木似乎已经不再需要兄长的保护, 他变得很强, 强大到令苏宇都感到害怕。 从杭州到现在的一切, 苏木的表现无可挑剔, 这让苏宇感到很心安, 很欣慰, 也很嫉妒。 更要命的是, 他感到了失落。 因为弟弟不再需要他的保护了, 他仿佛有些迷失了, 生活似乎变得空洞了起来。 然而直到苏木从杭州北上之后, 苏宇才发现, 即便苏木变得更强, 他仍旧是他的兄长, 苏木也仍旧敬重着他这位兄长, 并在很多事情上, 仍旧需要苏宇的帮助。 这让苏宇再次充满了活力, 他看到了很多敌人, 是苏木的敌人, 那自然也就是他的敌人, 所以他又快乐起来, 又开始了自己的拼搏与奋斗。 他享受这种感觉, 享受保护苏木的感觉, 更享受自己快速变强, 不断打倒敌人的感觉。 说到底, 他终究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 而苏木就是他的标杆, 是他衡量自己能力的标准。 这样的小心思, 一直藏在苏宇的心里, 他也曾经为此感到羞耻, 虽然他知道这很正常, 他也知道苏木不会怪他, 因为他们都知道, 苏宇无论如何, 动机都是因为爱, 对苏木的兄弟爱, 对父亲的爱, 对这个家的爱, 对那个已经忘记了模样的母亲的爱。 然而苏宇不知道的是, 在苏木的心里, 却是另一番光景。 苏木自诩见过很多强者, 鬼诈莫测如乔道卿, 运筹帷握如方七佛, 勇武无双如洒白摩北玄武, 奋勇男当如石宝王银, 无论是智是勇, 是奸是中, 是善是恶, 他都见过。 但在苏木的心里, 从他接受了这幅躯体, 接受了自己的角色, 接受了苏宇这位兄长之后, 他心里的一个想法, 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那就是对苏宇的依赖和崇拜。 是的, 他见过世间无数的强者, 但直到今日, 苏木一直还在坚持认为, 苏宇, 才是最强者。 或许他没有北玄武等人的勇力, 或许他的才智, 也比不上方七佛等人, 但他懂得默默地付出和牺牲, 而懂牺牲, 敢牺牲的人, 才是最强的。 不可否认, 仇恨会给人带来无穷的力量, 而爱, 也能给人带来力量。 只是仇恨带来的是, 狂暴的烈焰, 而爱所带来的, 则是春风细雨一般的滋润。 但当命运需要做出抉择, 当到了生死的最后一刻, 胜出的, 永远是拥有爱的一方。 因为仇恨是自私的, 而爱, 则是无私的。 苏宇懂得这样的道理, 所以他是强大的, 所以他甘愿默默地做出牺牲, 同样默默地变强。 苏木也懂得这样的道理, 所以他直到现在, 仍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发自天性, 一般去依赖和崇拜自己的兄长。 这种东西很伟大, 但也很无赖, 从来没什么道理可讲。 在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时候, 苏宇只是坐了下来, 看着苏木, 轻轻微笑。 这么相信我, 一直都相信你好吧, 苏木白了胸掌一眼, 没好气地撇嘴道, 就像小时候无数次顶撞他的胸掌那样。 苏宇心头顿时一暖, 只觉着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值得的了。 事实上, 苏木还在筹谋拯救父亲, 报复仇敌的事情, 却发现苏宇已经出了门, 当他来到苏宇的书房, 打开书柜的密格, 发现那个墓盒不见之时, 他就已经猜出了苏宇的对策。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进苏宇的书房, 他的书房比苏木的还要杂乱, 各种图纸账册几乎堆满了书房。 这也说明, 他比苏木更加的努力, 因为他需要变得比苏木还要强。 这是一个被世人严重低估的男人, 唯一能够看到他的努力的, 只有他的家人, 而他如此努力的最主要目的, 也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家人, 这就足够了。 看着弟弟的笑容, 想起苏木所受的苦难, 想起他所经历的一切, 苏宇觉着自己还不够强, 觉着自己还需要更加的拼命努力, 他竟然有些愧疚了。 苏木看出了苏瑜的心思, 也并不说破, 只是让人上了热茶, 大家一起喝着, 却并没有冻筷子。 护三娘和雅婉朝苏瑜的妻子投去询问的目光, 这位贤惠的嫂子早已成为了苏家的主妇, 带人接物操持家里, 井井有条, 让人挑不出任何的毛病来, 早已赢得了护三娘和雅婉的敬意。 早在杭州之时, 他便已经大幅隆起, 即将成为人母, 然而逃亡路上, 苏瑜即便需要照看队伍, 也没有冷落过他, 对他仍旧无微不至, 可他终究还是心疼苏瑜, 心绪受到了极大的波动, 便痛失了腹中的她。 即便如此, 苏瑜仍旧爱他如初, 他很多次都提出要给苏瑜纳妾, 但苏瑜每次都只是笑着刮了刮他的鼻子。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苏瑜跟他每夜里也是如胶似漆, 卖力耕耘, 夫妻间的甜美是享受够了, 但终究还是没能怀上孩子。 他也有着很大的压力, 但苏瑜却总是安慰他, 或许在苏木看来, 苏瑜是最强的, 但在他看来, 苏瑜不是最强的, 却是最努力的, 也正是看到了苏瑜的努力, 他才知道这个男人有多么的伟大。 他眯着眼睛笑起来, 眼角虽然有了些皱纹, 但很好看, 只是朝护三娘和雅瓦笑着, 而后目光投向了空着的主位。 护三娘和雅瓦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顿时了然, 这两兄弟是在等, 等着一家之主回来, 才能开饭呢。 虽然他们知道苏瑜的本事, 也知道苏瑜不可小觑, 但昨夜苏长宗才被抓捕, 今日苏瑜根本就没有出门, 苏瑜虽然掌控着士博斯和新收的龙阳山, 但想要等苏长宗回来吃饭, 显然有些难度。 不过这事情也不用猜想, 既然他们这么做了, 事情自然也就是成了。 苏瑜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也从来不会抛弃家人, 他既然已经决定北上了, 说明苏长宗就一定会回来。 想到这里, 护三娘和雅瓦也就释然了, 不过他们在看苏瑜的目光, 却已经完全不同了。 苏瑜能有这样的兄长, 此生无憾了。 第399章, 人选。 江宁是一座充满浪漫情怀的城市, 是一座风格极其强烈而独特的城市, 所以江宁城之中发生在奇怪的事情, 众人也只是惊讶一番, 而后很快就沦为各大酒楼茶寺青楼厨馆茶余饭后的坛兹。 江宁人见过许许多多让人吃惊的事情, 但11月末尾的这个晚上, 他们还是见识到了让人惊奇又迷惑不已, 在未来几个月津津乐道, 在更远的一段日子里, 又豁然开朗的事情。 暮色之中, 浩浩荡荡的车队正在往苏府方向, 寂静无声地前进着。 这个车队的规模实在太大, 无法不引人注目, 即便千家万户正在饭点上, 仍旧有着很多人出门来看热闹。 这个热闹实在不看不行, 因为车队里头, 有陪侍为首的各大世家的马车, 有江宁支府的马车, 有转运使司的马车, 有镇军方面的护卫队, 仿佛江宁官场上的头头脑脑, 都在一夜间聚集起来了。 这样的场面, 通常只会发生在上头有重大的圣旨之时, 才会发生。 然而今夜, 这样的队伍却默默地往苏府方向而去。 苏府啊, 打从苏木来到江宁之后, 苏府两个字, 似乎便成为了江宁百姓口中出现最多最频繁的字眼, 今夜却是不知又惹了什么幺蛾子了。 江宁城里头最不缺的就是八卦消息, 早有消息灵通的人士, 将昨夜所发生的事情都传了出来。 苏家的生意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崛起, 与苏木的名声有着莫大的关系。 苏三聚家里的店铺, 大家能不去帮衬帮衬吗? 也正是因此, 当苏家生意被关, 苏长宗被捕之后, 消息便很快传将开来。 而世家豪族有苏青为当肉盾, 也没太多忌惮, 不会刻意控制消息的传播, 于是乎大家都知道。 苏瑜大意灭亲, 把苏青为家里的私盐传给烧了, 而这位大公无私的士博司鼠里提举, 很快就遭到了报复。 大家都还很清楚地记得, 苏木是如何应对陪侍的, 也都记得龙阳山的事情。 可这一次, 却是官府出面, 苏木和苏瑜两兄弟再有能耐, 胳膊还能拎过大腿。 大家还没来得及关心及时更新的消息, 车队往苏府而去的消息就已经传来。 即使官府方便, 已经加派大量人手, 封锁了街道, 甚至要执行临时宵禁, 但消息仍旧不断从前方传回来。 有人猜测, 这是要将苏府彻底一锅端掉的节奏, 毕竟树大招风, 木秀于林, 封闭催智。 苏瑜这个新人, 在官场上太过冒头, 士伯斯算是将能够得罪的, 都彻底得罪了。 虽然他的举动是造福一方的大善事, 打击官商勾结也算是还利于民, 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但终究还是嫩了些, 无法站稳脚跟就开始跟这些庞然大物对着干, 到时候草草收场, 这些势力却是要加倍报复, 终究苦的还是百姓啊。 人心是最难以捉摸的东西, 对于苏瑜这种大公无私的举动, 有人质疑, 有人感恩, 有人反对, 有人鄙夷, 各怀鬼胎, 各有动机, 也众说纷纭。 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无法否认的, 那就是无论苏木还是苏瑜, 都已经带给江宁太多的惊喜, 无论今夜所谓何班, 他们即便不为苏家摇旗呐喊, 也不会幸灾乐祸。 陪老太公坐在马车里头, 威闭着双目,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 修道炼丹一直是他的主业, 家族里头的事情, 很多他都交给了陪朝锋, 可这一次, 他不得不亲自出面了。 百族之虫死而不僵, 早在他得知, 时有幸这头耿直认死里的倔牛, 将江州和镇江交给了士博司之后, 他心里头就涌出不安的预感来。 龙阳山遗留太多的漏洞, 龙金海洋云帆的失线, 更是给世家豪族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只是他没有想到, 最终会是这样的结果, 最终的关键, 竟然会握在苏家的手里。 朱眠已经很够意气了, 将这一线生机留给他们, 能不能争取得到, 完全看他们自己的表现。 然而老太公却知道, 这是不可能挽回的局面, 朱眠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不是为了让他们向苏鱼求饶, 因为真正要整治他们, 真正有权力有能力整治他们的人, 不是苏鱼, 不是李府碧, 甚至不是朱眠, 而是说不得的那一位。 朱眠给他们这样的时间, 是让他们表面上麻痹苏家和做样子, 背地里赶紧准备后路, 这才是朱眠给他们最后的仗义。 即便如此, 为了家族能够拥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准备退路, 他们还是不得不捏着鼻子, 撇着老脸来这里走过场。 在收到朱眠最后通牒的那一刻, 老太公便让自己身边最信任的那位炼丹方氏, 那位贵不可言的大供奉, 拿着金色的铜钱去求救。 然而可惜的是, 这一次上门的不是灰衣老者, 而是一个黄毛丫头。 这个黄毛丫头他也是有些了解的, 这一次他们对苏家动手, 本就是为了铲除最后的隐患, 就是为了将龙阳山最后那一点家底给打掉, 就是为了把漏洞给堵上。 而这个站在苏青维背后的黄毛丫头, 并没有反对世家和地方官府的做法, 起码并没有给出提醒和警告。 所以他们才敢放心大胆去做。 然而事实证明, 这一切都是错误的。 当这女人来见老太公之时, 她只说了一句话, 便让老太公心如死灰了。 真人已经定下了人选, 你们这是自寻死路罢了。 带得那少女离开, 老太公才面无血色地打开宝盒, 但过了片刻, 又默默地放下手里的丹药和黄酒, 心头的懊恼, 化成了一脸的老泪。 她的这双眼睛, 不知是中了多少英才, 可到头来, 只看错了一个人, 便再也无法挽回败局。 她就像战场上的谋士, 终其一生, 未尝一败, 而唯一的一次败仗, 便全盘皆输。 对于那个神秘的组织, 她有着不少了解, 她知道, 这个组织比世迦豪族还要强大, 甚至连当今天子都要忌惮, 据说从太宗朝开始, 大雁往后的帝王传承, 都与这个组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若说赵氏是大雁皇朝明面上的主子, 那么这个组织, 就是隐藏在地下世界的推手。 而这个组织分为隐宗和显宗两脉, 有人说, 当今天子就曾经是显宗的宗主, 但这种事情断然不可能公开谈论, 即便是私底下也不可开口吐露半个字的。 至于隐宗的宗主, 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彻底销声匿迹, 而陪老太宗等世家豪族, 正是受到了隐宗的庇护和资助的。 也正是因此, 陪老太宗才知晓一些内幕, 那隐宗的宗主早在十年前就已经人间蒸发, 隐宗的长老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继承人。 少女口中所谓的人选, 据说会有十二个, 只是到底是谁, 大家都不可能接触得到, 如今终于尘埃落地, 说明那个人选便该是最后的宗主人选了。 当然了, 这种神仙一般的存在, 神秘到连他陪老太宗都知道, 看到片林伴爪, 选择一宗之主, 自然不可能如此仓促, 这个人选估计会经受无数的考验, 甚至要靠自己的本事, 登上那个宗主的宝座, 才有可能服众, 否则推上去了也会被摔死。 而少女的表态, 让老太宗不得不去想象, 或许苏鱼和苏木两兄弟, 其中之一极有可能便是这个人选。 这也是他为何心如死灰的原因, 若这样看来, 世家豪族和地方官府, 是真的自作孽不可活了。 无论如何, 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 尹宗不惜放弃他们, 不惜让险宗的人消磨他们的势力, 说明险宗和尹宗 或许达成了某些不可告人的协议。 只是这样的事情, 即便老太宗也是无法猜测得到的。 他所能做的, 也就只有为家族留下火种, 留下足够多的资源, 在忠勉没有动手之前, 准备好退路, 做好东山再起的绸缪。 事实上, 世家豪族的起起落落, 在历朝历代并不少见, 他们对这方面早已有了足够的经验。 若不是被满门抄斩, 或者连诸九族, 他们总能够春风吹又生的, 因为各大世家早已成为了相爱相杀又相生相克的联盟体。 便如同江南世家被消耗之后, 其他世家必定不会坐视不管, 一定会庇护这些世家的火种, 甚至精心栽培, 帮助他们再度复起, 而尹宗只是暂时放弃江南而已。 待得险宗失势了, 尹宗也一定会帮他们再度振作起来,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只是老太公不知道还能否在有生之年, 看到陪氏的再度崛起罢了。 他们之所以到苏府去, 除了做做表面样子, 何尝不是再向尹宗表明自己的态度。 否则若尹宗真的要彻底放弃, 那他们便是连火种都不可能留下了。 虽然这样会从根本上削弱尹宗的实力, 但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这些老东西也不敢再拖大。 在他们看来, 虽然他们能够知道的内幕不多, 但已经足够他们看清整个局势。 然而, 对于苏鱼和苏木而言, 他们也只是看到了冰山的一角, 甚至根本就没有察觉到整件事情背后的意义。 当然了, 他们迟早会发现, 只是需要经历多少艰辛和磨难, 对于此时的他们, 是一点头绪都没有的。 在这些人抵达苏府之后, 苏鱼和苏木 只是将老父亲苏长宗接了回去, 直接将这些人挡在了门外。 这也并不是很出乎意料, 反正他们又不是来巴结这两兄弟的, 逢场作戏之后, 也就各自归家了。 然而对于江宁百姓而言, 这绝对是爆炸性的大新闻。 而这个大新闻,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会成为整个江宁最火热的话题, 甚至在几十年之后, 都是无法避开的一个话题, 不过这些也都是后话了。 苏木虽然一直都在调查这个神秘组织, 但他却忽略了一个问题,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苏长元这一方, 对苏清隋等人根本就看不起。 所以他完全没有想到, 那个组织竟然会站在苏清隋这一脉的背后, 否则他早就该察觉到事情的不对劲了。 总之现在的他, 对整个大局势仍旧是一片迷雾, 让他开心的是, 父亲回来了, 一家人, 终于能够吃团圆饭了。 可惜的是, 杨红莲和陆青花等人, 孤选海外, 这一顿真正的团圆饭, 不知何时才能够吃上了。 苏长宗看着自家的儿子, 举起筷子来, 却又缓缓放下, 有些突兀地提醒苏木道, 临行之前, 到清隋那里去看一眼吧。 苏木微微一饿, 可当他接触到父亲那极其隐晦的目光之后, 似乎隐约抓住了些什么。 第四百章, 神秘的物件。 夜色越是深沉, 雪与天气便越是恶劣, 苏家晚膳结束之后, 雪消了, 雨却大了, 冰雨打在瓦顶上, 噼里啪啦, 非但没有热闹起来, 反而让人觉着更加清冷。 夜雨之中, 三个黑衣人如同行走在黑夜之中的阴影, 穿过无光的暗像, 来到一处大宅院的后墙, 只是稍微刺探了一番, 便翻进了院落之中。 虽然黄承司的人手, 绝大部分已经撤出江宁, 留守的都是一些如何都不能暴露身份的老人, 但时有信的龙阳山加入之后, 想要知道苏清为的住处, 并不是什么难事。 再者, 从苏清为被释放之后, 龙阳山的人, 就一直在密切地, 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所以当苏长宗提醒之后, 苏木也是迫不及待地, 趁夜过来刺探情况。 如果真像苏木担心的那样, 苏清为甚至苏家, 都已经跟那个组织扯上了关系, 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的麻烦, 他必须要抓住先机, 否则一步慢必定步步慢。 可惜, 当他带着护三娘和雅瓦 来到苏清为这座临时宅邸之后, 这里终究还是人去楼空了。 如此激紧而迅速地反应, 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 使得苏木的推测 更加接近真相。 苏木顿感失望, 既然对方有了这一层觉悟, 必然早已做足了准备, 绝不可能再留下太多有价值的线索。 然而在狡猾的猎物, 终究还是会留下些许蛛丝马迹, 只不过搜寻推敲起来会比较困难。 苏木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 来都来了, 自然还是要压下心中失望, 搜索一番的。 可事情再一次让他感到惊讶不已, 因为在他们进入到主宅之后, 偌大的客厅之中, 桌子上竟然摆放着一个散发着木头清香的檀木盒子。 这盒子的出现实在太突兀, 由不得苏木不去注意。 如果说苏木是才还留有一丝希望, 那么, 见到这个盒子之后, 便一点搜索的兴趣都没有了。 因为这分明是对方故意留给自己的, 也就是说, 他们对苏木拥有着足够的了解, 必定会极具针对性地做出了应对, 即便是蛛丝马迹, 应该也不会留下了。 但这也是苏木所想的那样, 虽然这些东西不是直接证明, 却能够间接地反映出很多问题来。 从这一点上来说, 他们确实让苏木感到很泄气和挫败, 但也让苏木对他们的实力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让苏木心中的猜测也就更加十拿九稳。 当苏木伸手想要打开盒子之时, 护三娘和雅婉儿琪琪出手阻止, 三娘沉声道, 小心有诈。 他们都是老江湖, 小心无大错, 习惯了步步为营, 小心使得万年传, 谨慎一些总是没错的。 但苏木却只是摆了白手, 无妨的。 之所以这么笃定, 是因为苏木虽然仍旧看不清对方的底细, 但对他们的实力已经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而且他已经十分确定, 苏清伟所在的苏家宗族, 已经投靠了那个神秘的组织。 若真是那群人在背后捣鬼, 那么苏木暂时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因为早在烈火岛上, 那个老祭司就完全拥有杀死苏木的机会和能力, 但他没有这么做, 说明他们暂时还不会对苏木下杀手。 而且, 当初在杭州引龙寺之时, 苏木是见过那位灰衣老者的, 他相信那位老人若是想要杀死他, 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综合种种因素来猜测, 他们还不至于用一个盒子来暗算苏木。 这个组织实在太神秘, 对苏木而言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也是潜在的最大危机, 所以他想通了这一点之后, 便轻轻打开了墓盒。 灯光的照耀之下, 墓盒里静静躺着一样事物, 护三娘和雅瓦儿凑进来一看, 却有些迷惑和讶异。 而苏木却如遭雷击, 连身子都不禁颤抖起来。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苏木惊得连退了两步, 即便外头仍旧下着雨加雪, 但他还是觉着浑身发汗, 脸色苍白, 嘴唇不断地轻颤着, 双眼都变得呆滞了。 护三娘和雅瓦儿何尝见过苏木如此失态, 不由将那事物取出来细细翻看。 随着他们看清楚这事物的全貌, 他们的惊讶之色, 也渐渐变成了羞涩, 脸色都羞红了起来。 虽然他们没有见过这件事物, 但他们都能够猜出这件事物的作用, 因为他们是女人, 而这件东西铁定是女人贴身用的。 看尺寸, 使用者应该是非常风雨的女人, 最起码有一个部位是非常风雨的。 大雁闻风鼎盛, 社会风尚也极其活跃, 青楼橱管遍地开花, 女子的思维也比其他朝代要开放一些, 当然了, 这个也是相对而言, 虽然比不得圣唐时期, 但相较于其他朝代, 思想上所受的约束还是比较宽松的。 他们不知道, 对方为何会留下这么一件东西, 也不知道哪个女子这么甜不知耻, 竟然将材质耗费在这种修人的物件之上, 但不得不说, 若真能用上这东西, 女子的生活应该会方便很多, 而且, 说不定还能增添许多闺房之乐。 不过他们, 还是震惊于苏木的反应, 按说苏木也是个见多识广的人, 虽然后来修身改姓了, 但先前也算是杭州城的顽固公子哥, 棉花素柳的事情没少做, 多多少少应该见过类似的东西, 何至于如此惊讶?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这东西, 或者说这个创意, 并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朝代。 这不可能的, 大雁风气开放, 说不定只是大雁土著人自己琢磨出来的, 有可能是巧合罢了, 苏木心里如此自我安慰到。 可他很快就推翻了自己的推论, 因为就算是大雁人发明出来的, 对方又为何独独选择这么一件事物留给苏木?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他们是知道苏木的真实来历的。 想通了这个问题, 苏木的惊讶也变成了深深的不安, 因为他的来历便是他最大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极有可能已经让那个神秘的组织识破。 是啦,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苏木脸色发白, 似乎连他自己都被内心的推论吓了一大跳, 因为这样的事情实在太过荒诞不羁了, 然而, 他却又不得不承认,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就只有这种可能性才说得通了。 福尔摩斯里曾经有过一句话, 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答案, 剩下的即便在匪夷所思, 也只能是真相。 见得苏木如此失态, 摇而走过来, 轻轻捏了捏他的肩头, 关切道, 怎么了? 这东西, 这东西有什么古怪? 苏木这才回过神来, 只是无声地轻轻摇了摇头, 护三娘却酸溜溜地也遇到, 想来又是欠了人家姑娘的风流债了, 这东西, 寻常姑娘可做不出来。 听护三娘这么一说, 雅瓦尔也朝苏木投来了质疑的目光, 后者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 便郁郁地转身离开了。 雅瓦尔杨怒地瞪了护三娘一眼, 便跟了出去, 护三娘娇笑一声, 正欲离开, 可心里也不知涌起了什么隐你心思, 媚眼如丝, 眸光都迷离起来, 咬了咬牙, 将那盒子也给顺走了。 回到苏府之后, 苏木便将自己关在了房间之中, 苏家人早已习惯彻夜不眠的苏木, 也就没什么人敢去打扰。 苏木思虑了大半夜, 始终有些难以置信, 想起自己出见那东西之时, 因为太过震惊, 显然失去了冷静, 眼下平复下来了, 说不得要细细查看一番, 说不定能够从细节上观察出些什么来, 凭此判断, 此物到底是不是大焰土著人的创意。 念及此处, 她便快步来到了护三娘的房前, 这还没敲门, 护三娘就已经率先听到脚步声, 打开了一丝门缝。 苏木没想到, 护三娘会等着自己, 但看她那小心翼翼的神态, 又顺着她的目光, 扫视了雅瓦那边的院子一眼, 苏木心里也不禁激动起来, 仿佛有种偷情的刺激。 护三娘将苏木扯入房中, 便无声无息地将门反锁了起来。 她已经用一块红筹将灯盏遮掩起来, 灯光透过薄薄的红筹, 将整个房间都渲染成极其暧昧的色调。 房间角落里的暖炉, 使得整个房间温暖如春, 苏木心跳, 灯石加速, 只觉浑身燥热。 不过她并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目的, 那个疑问解不开的话, 心里终究有个结, 她又哪里有心情跟护三娘胡闹。 三, 三娘, 那东西可在你这里。 苏木抵不过护三娘, 那火辣辣的迷离双眸, 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有些磕巴的小声问道。 护三娘只是眼嘴, 轻声娇笑, 而后花蝶一般一个旋转, 便横卧在了牙床之上。 因着房间暖和, 护三娘又早有准备, 身上睡裙并不是很厚, 她的身材又是饱满风鱼, 飞旋之时, 睡裙舞动, 尽显风鱼婀挪, 勾人心魄, 特别是前面的某些部位, 颤动得惊心动魄, 实在是人间难得一见的美妙。 苏木的目光, 不禁跟着转移, 落在护三娘下巴, 再往下数寸的雪白圣地, 便再也挪不开眼珠子了。 东西, 就在我身上, 有本事, 来拿呀你, 咯咯咯。 护三娘挑衅一般勾动手指头, 而后那手指头, 便放在了腰胯的位置, 轻轻一挑, 便撩开了睡裙的继带, 苏木双眸陡然一睁, 便愣愣地走到了床边。 三娘, 你, 你太调皮了, 不过, 我喜欢。 喜欢就, 嗯。 护三娘的话语, 中途被打断, 房间之中的气温, 渐渐变得更高, 而屋外, 雨雪仍旧继续下着, 夹杂在雨里的雪片, 杂在瓦顶上, 啪啪啪, 啪啪啪。 请不吝点赞,